或是降临天灾来袭 为了打造我的安全基地 我开着直升机 从宁城的幸存者基地找来了几位帮手 就在直升机快要到达安全基地时 忽然一颗蛋打在了舱门上 真是岂有此理啊 竟然敢打我直升机的主意 我向下看去 发现那家伙驾驶着摩托车管进了树林里 我追了过去 二话不说从空间取出一颗蛋扔了 不过那家伙车技了得 被他躲了过去 我又继续扔了一颗下去 又没打中 就在我想继续扔的时候 被白大爷阻止了 好吧 为了这么一个人浪费这么多蛋确实不值得 先让他得意几天 等我把基地打造好后 有他好看的 随后我继续往安全基地飞行 越是靠近基地 路上的难民就越多 很快 我们就到达了安全基地 看到我回来后 凌晨等人开心的不得了 接着我带着白大爷几人参观了我的安全基地 蔬菜种植区 果树种植区 动物养植区都已经规划完整 看到现在已有的这一切 白大爷等人惊掉了下巴 自从末世降临 经历过一年的洪水灾害 接着是一年的极寒 然后是半年的极热 最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 整整三年了 外面的世界早已满目疮痍 可没想到却还有这么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 接下来的两天 我就带着白大爷他们熟悉一下基地里面的情况 这里地势特殊 是隐居的不二选择 但是来的路上你们也看见了 难民已经在往这里跑了 这么大一座陆地没道理被谁独自霸占 总要给难民一条活路 但难民多了一生事端 早一天立下规矩 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所以还需要足够多的人手来守护 这样 我们现在立马回之前的宁城幸存者基地 再找一些可靠的人过来 顺便把他们的家属一起带过来 我正有此意 另外可以摘一些红薯苗运回基地试试看能不能中火 接着我们就开始行动了 白大爷等人去田地里摘幼苗 我则悄悄地从空间取出集装箱 接着又取出直升机 用铁链将集装箱的四个角和直升机连接起来 随后又从空间取出三只鸡和三只鸭放进了集装箱 很快 白大爷他们就将幼苗装满了集装箱 接着我们一群人便出发前往明城的幸存者基地 飞了六个多小时后 终于到达目的地 集装箱刚落地 无数人影从四面八方奔跑而来 打开集装箱一看 一万颗羊苗 震惊全场 白大爷 这么多正规的羊苗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基地已经成立一年了 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这么多的粮食苗子 你是跟其他基地交换物资 还是 这个你就别管了 赶紧派人尽快将他们全部中伤 就在这时 白大爷的儿子收到消息赶了过来 他是基地里的高层 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瞬间傻眼 只见三只小鸡和三只小鸭 从集装箱里跑了出来 众人也是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莫是来临三年了 竟然还能看见活的家畜 小莫 上次你说用粮食还有鸡鸭 跟基地换黑鹰直升机 我们已经开会讨论过了 上头也同意了 你们先在基地待几天 上头那边已经在安排一些事宜了 接下来 白大爷等人就开始去找 他们信了过的人挨个谈话 让他们跟着我前往世外桃源生活 我则在基地外面的难民堆里面 继续寻找老孙那帮老邻居 只见此时有几个帮派 正在争夺老大的位置而互相对峙着 你们也不去打听打听 我陈家帮在天灾之前就搁宁城做生意 你也说是天灾之前 现在还想独占地盘 也要看我那天帮搭不答应 我李家帮在此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两帮外地佬在这里说话 就在他们剑拔弩张的时候 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走了过去 看见我手里头的家伙 全场的人瞬间老实了下来 随后我将老孙他们几个人的名字 以及五官特征报给了他们 问他们是否见过 不过他们都表示没有见过这几个人 好吧 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 突然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